除了花莲市另外 同样也有两个确诊案例的光复乡 不仅是从22号起一连三天全面消毒 确诊者足迹的场域 而今天上班首日 乡公所也自主性的展开了全乡大消毒 全城坐镇指挥的乡长林清水 也呼吁乡亲民众不用恐慌也无需列污 确实落实自身的防疫 才是避免染疫的王道 22号花莲县出现三例确诊病例 维持一年多的零确诊破功 而其中一例则是在中区的光复乡 地方公所获之后即刻掉牌清洁队 针对了确诊者足迹场域环境 足以消毒一遍 而为了安全起见 当日起一连三天也不中断的消毒 希望消灭也杜绝病毒传染力 23日确诊期筛检结果也为确诊 虽然与丈夫的足迹重叠性高 但乡公所仍不敢掉以情形 完成一连三天确诊足迹环境消毒 而今天上班首日 乡公所青天队马不停提 从今天起展开全乡大消毒作业 彻底消灭任何并没闻之声的机会 经过我们联系三天的一个喷药 案例 现在府与乡公所也全力配合 依照中央防疫措施进行后续的防疫工作 并且进行环境消毒 乡长林清水也呼吁乡亲民众务必冷静 尽量减少外出 请洗手 口罩戴好戴满 确实落实资深的防疫工作 才能避免染疫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